大家好,我是小青。 有谁经历过请铃上身呢? 今天,故事是讲托梦和请铃上身的事件,真人真事。 请点赞,分享和点评,不然我就请铃来找你,开玩笑了。 故事开始。 莉莉的妈妈最近总是做同一个可怕的梦。 每晚,她都会在梦中看到她已经去世的父亲。 她的脸色苍白,衣衫蓝绿,而且还发抖。 她父亲一再告诉她家里面的地板很冷很冷,还有淹水了。 每次都让莉莉的妈妈感到非常的害怕,而且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。 于是,莉莉决定和妈妈一起去问灵媒,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解答。 在一位老奶奶的引领下,莉莉和她妈妈来到了一间庙宇,向神明祷告,希望能得到指引。 这位神秘的灵媒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 她告诉他们,需要请一个灵上身,让爷爷的灵魂上来,然后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莉莉的妈妈最初有些犹豫,她们并不相信这些灵异事件。 但是,她们还是按照灵媒的建议去做了。 在灵媒的指引下,她们进行了一场古老的仪式。 她们点燃了香,放上了爷爷的照片,并开始念起了导词。 突然间,一个女人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,这个声音不像是来自于她自己。 这个女人开始向她们解释,她是莉莉的爷爷的灵魂。 说她的墓塌了,还泡水了,请莉莉的妈妈快去处理。 结果,莉莉和妈妈都感到很惊讶。 虽然有些半信半疑,她们还是决定去爷爷的墓前看看。 她们终于到了墓底,爷爷的墓碑前竟然真的塌了。 这让莉莉和她妈妈都感到非常的吃惊。 她们赶快找了一些人来处理,把爷爷的墓碑修好了。 从那以后,莉莉的妈妈再也没有做过那个可怕的梦了。 她们知道这是爷爷在向她们传达一个信息,并通过灵媒得到了正确的答案。 她们深信不疑,妙语的神明的确在给她们指引,她们心中也更加踏实。 故事完毕,我是小青。 听完后,我的感想是有时候不得不信真的有托梦和寝灵上身真实的。 还有灵媒这个神秘的职业,真的值得我们去探讨。 好啦,有机会跟你们分享灵媒的故事吧。 晚安。 晚安。